在今年5月,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签署了一项堕胎限制法案,这项被称为心跳法案的新规,在当时可谓是闹得满城风雨。 在法案中规定,女性在怀孕六周以后禁止堕胎,也就是对很多女性来说,在知道自己怀孕前就已经失去了堕胎的权利,甚至包括被强奸和乱伦导致被动怀孕的情况也不例外。 一转眼过去了将近四个月,这项法案在今日,也就是9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。 今天,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项被称为全美罪严的堕胎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这项法案规定,怀孕六周后不能堕胎,即使是乱伦或强奸导致的孕育,任何帮助孕妇堕胎的医生、顾问,甚至是载着孕妇去堕胎的Uber司机,都会成为被告,要负法律责任。 法案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条款,允许任何人起诉帮助孕妇堕胎的医生,或任何帮助堕胎的人。 这些诉讼不是针对女性,诉讼将针对从堕胎中赚钱的个人,即堕胎行业本身。 而举报堕胎的人,除了免去法律费用,还会获得一万美金的奖励。 Right to Life甚至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告密者网站,人们可以在网站上匿名举报违法堕胎的行为。 不过,该网站自7月上线以来,受到了多方的攻击和恶作剧。 比如,有人举报称,我要告发来自德州Springfield的尼克·里维埃拉医生。 而这个尼克医生,其实是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的角色,是一个庸医,口头阐是Hi everybody。 目前,德州一半以上的堕胎医生已经选择停止提供服务,并不想承担被起诉的风险。 Gutmarker研究机构发现,该法律将迫使大多数想堕胎的人到州外就医,也使前往堕胎诊所的驾驶距离增加20倍, 从平均12英里增加到单程248英里,往返近500英里。 并且,前往外州堕胎还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撑,包括请假,有能力支付手术费用,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照顾儿童。 去年3月,新冠开始大爆发期间,德州开始禁止大多数堕胎行为时,前往周外就医的病人数量激增了近400倍。 并且,有许多想要堕胎的女性在怀孕后期才等来堕胎机会,甚至怀胎10月,在没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下尝试结束妊娠。 与大多数堕胎限制一样,低收入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将承受更大的负担。 此外,如果联邦法院最终允许这项法律成立,其他保守派州很可能会采取行动通过类似的法律。 德州Right to Life成员Seagal称,该组织正在与多个州的相关人士合作, 如果此法律形式在德州成功地阻止了大多数人堕胎,他们渴望将此模式复制至其他各州。 佐治亚州、俄亥俄州、密苏里州和路易斯安娜州最近颁布了新跳法。 阿拉巴马州在5月甚至通过了一个更加严格的版本,从受孕那一刻起,几乎完全禁止堕胎。 其他州也有类似的立法悬而未决。 阿肯色州、密西西比州、北达科他州、爱荷华州和肯塔基州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。 但由于受到挑战,这些法律已被法院阻止生效。 在美国最严格的堕胎法开始实施前,就在两天前的周一晚上,该州议会暂时批准了另一项法案,将在怀孕的第一阶段限制堕胎。 这项立法将限制患者获得堕胎药物的机会,防止医生向怀孕7周以上的患者提供堕胎药物。 目前的法律允许医生给怀孕10周以内的病人服用这些药物。 据支持堕胎权的升职健康研究机构,Gottmarker Institute称,60%的女性会选择药物流产。 尽管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进行了十多次努力,但他们未能对该法案附加修正案。 如果该法案最终在没有任何修改的情况下获得批准,他将直接提交到州长Greg Abbott的办公桌上,最终被通过。 德州奥斯丁的民主党众议员Donut Howard说, 我真的厌倦了每一次会议,要讨论一个又一个限制女性身体和命运的障碍。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推特说,对数百万女性来说,她们失去了堕胎的机会,这个影响是立即的,毁灭性的。 最后,我们来说一个技术性问题。 相信很多已经生育过孩子的妈妈们应该了解怀孕六周是个什么概念。 怀孕第一天是以末次月经第一天来计算的,也就是怀孕第一周,你刚来月经,怀孕第二周,你刚月经结束,怀孕第三,第四周,你可能开始排卵,这时候同房才会受精。 怀孕第五周开始,受精卵可能才着床,此刻才可能测出怀孕,同时也有可能意识到自己没来月经,因为距离上一次月经第一天刚好过了五周。 从有可能测出怀孕,到立即合法去打胎,只有最多一周的考虑,预约,执行的时间。 所以可以说,这项法案等同于杜绝任何形式的堕胎。 对于这项法案的实施,大家觉得对女性真的公平吗?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。 我们下期再见哦!